《愿成会谷》 你调了这个单位 他也来了 很可能这个样子 因此在我们来讲的话 冤家宜解 还有什么 不宜解 这个冤家来 已经做了冤家 不知道是哪一次 没有寄好缘吗 这一次呢 应该寄缘了 他不容纳你 你要包容他 他不原谅你 你要原谅他 他给你做对 你要啊 能够啊 善意地对待他 这样子的话 时间久了 其实心肠也会 可能转变 但是也可能呢 你到时为止 你对他怎么好 他还是你的敌人 没有关系 这样你子鸡不是他的敌人 你心中啊 就没有那么痛苦 子鸡心中 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你不把他当成敌人 他把你当成敌人 他看到你就痛苦 这是他的事 你已经心里头 没有那只剑的 吃的心上那么痛 众生 摸在其中 游戏啊 欢喜游戏啊 还不咎不至 因为我们呢 经常都是在 痛苦之后 又忘掉了痛苦的 痛苦的时候 就是痛苦又深 过了以后啊 时过境迁呢 他又忘掉了痛苦的教训 常常啊 就 自己又放 又放异 不知不觉 也不害怕 有好多人呢 苦了 痛苦了 明明知道 那个是一个陷阱 还会怎么样 往下跳 你们说 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啊 有 明明知道 这个是一桩 危险的事 他 还是要冒险 自己啊 没有办法 来控制自己 唯有的办法 能够来修行呢 就最好 现在我们再看 第二段 无知在错乱 迷惑不受教 我知 持众生 未曾修 有善本 兼足以五余 赤爱不胜脑 亦住有因缘 最多三恶道 灵回六区中 备受诸苦毒 受胎 为行 世事长增长 不得少富人 重苦受逼迫 这一段呢 这个宗教气息蛮浓厚的 但是还是讲的同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人 智慧没有现前 没有出现之前 常常是在错乱之中 所谓错乱的 以苦为乐 以非为事 以无常为常 所以以苦为乐 是苦中 做乐 这叫以苦为乐 无常为常 世间的任何事 没有一样 不是啊 分分秒秒 都在变化 这叫做无常 我们今天在台上啊 花这么美 这些花是这么美 这个不是塑胶花 是真的花 我们现在看了它是 好像是 很美 它是没有动的 没有变 可是到了三天之后 这些花会怎么样呢 我想是一朵一朵的 一片一片的花瓣啊 就是哭了 这个叫做什么 无常 人也是一样啊 我也曾经过过十六岁的 一天一天的 从来没有看到我自己会老 但是呢 过一年再看去年那个照片呢 就不一样 很奇怪啊 年轻的时候好像老得很慢 就一老啊 一过五十岁 年年就又老 又老又老 我最初呢 我没有想到 说头发会白 后来我没有想到 我的眼眉毛也会白 在一根眉毛白了 又够了吗 过一段时间呢 两根也白 三根也白 白一遍嘛 现在两遍都白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有的人说 恭喜你啊 你又受迷了啦 这就是长寿迷毛 你们猜猜看 这个叫长寿迷毛呢 还是叫无常迷毛 所以错乱的意思 我们常常把一些呢 事实而不愿意承认 那个是事实 面不敢对事实 而常常呢 来欺骗自己又骗人 这个叫做错乱 而迷活不受教 就是福法所讲的道理呢 不愿意接受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希望啊 健康 长寿 富贵 都很不愿意听到 说 哎 你不要害病啊 你要健康 或你不要害病 这两句话 根本是一样的话 但是呢 许多的人 避免用 你不要害病 你不要害病啊 可能就会 对方就会说 你不要错我的眉头 我现在还没有病 你希望我病啊 还怎么样 这是希望你长寿健康 这个人啊 大家是这个样子 但是 所以你不要害病啊 你要注意健康啊 这是更好吗 这是事实 法谷文化 欢度十五周年庆 即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 书籍影音产品 全面七八折起 特惠组合四二折起 还有欢喜满额送好礼 让您欢喜阅读 圆满智慧 面对多元的族群 要敞开胸怀去接纳 以尊重来化解利益 以称赞来增进和谐 你就是族群和谐的力量 做好新六轮的奉献 好愿就会实现 请不吝点赞 圣言法师说 斋明寺 是充满文化气息 古色古香的书香门地 2011年法谷山桌里 内含十三幅斋明寺建筑之美导览 独特开窗及分离式设计 带您走入百年古煞的历史风情 现在我年纪大了 我常常看到年纪大的人 我会讲 你走路要小心 为什么 不能跌倒 跌倒了以后 这个骨头 要把它重新击起来 还是不简单 所以年纪轻的时候 怕海滨 年纪老了以后 怕死 请问周围 怕死 你要尝受啊 你要尝受啊 还是说 你要小心 健康 哪一种更好 祝福 使祝福长寿 但是呢 叮咛 要叮咛什么 叮咛什么 健康 你能够保持身心的健康 一定会长寿 就是老师说 我要长寿 我要长寿 心理不健康 身体不健康 能长寿吗 我们今天讲 亲近的心 就是健康的心 心里边呢 少一些烦恼痛苦 那我们呢 心里健康 心里健康 身体也会健康 现在我们来看到 第二大段 离烦恼的亲近 师诸千二百 心志在 西 诸 学地 夫常教化 我发 能离生老病死 酒精一盘 师 学无学人 一个志 离我见 及游 无见等 为等一盘 这一段 主要的是 要叫我们 离开 生老病死 而能够 达到 不生不死 的 程度 我现在请问 我们的一个肉身 可能不可能 不老 不病 不死 可能吗 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 一个是恐惧死亡 一个是 面对着 知道死亡 是一段事实 那死亡这样的事 对子鸡 就不会 造成了 危险 恐惧 痛苦 舍不得 谁会死 现在我在问 你们一定说 老人家死得快一点 你们说 是不是这样子 年纪轻的人 也会死 年纪老的人 也会死 所以当我们呢 懂的事情开始 懂事以后的 开始 我们就应该 就要有 面对死亡的 心理准备 因为 死亡是一段事实 还有 我们呢 任何人家里边的 亲属 朋友 都可能发生 这样子不幸的事件 我们希望都不发生 但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发生 那遇到 发生了怎么办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 这个身体 肉身 生老病死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但是我们呢 还有另外的生命 一个叫做功德身 那 夫法叫做呢 法生 那就是说 我们的 功德 做了多少的功德 他的生命呢 是永远的 我们做多少功德 对多少人做了功德 我们的生命 就啊 在这个功德里面 跟功德 同时存在 那不管相信不相信呢 自己 死了以后啊 还有没有灵魂 还有没有未来 但是呢 我的功德 我们做的功德 就在那里 这样 你这个功德的力量 继续的 产生影响力 不管是自己的 见记的影响力 产生的话 你的功德在那里 你的生命在那里 这叫功德的生命 不管我们信不信宗教 信不信福法 这是事实 也有的人说 这个叫做 社会的生命 又叫做什么 历史的生命 历史的生命啊 往往历史上 没有记载你这一笔 很多人在历史上 没有名的 那功德有没有 有 另外一个叫做 法生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呢 智慧的生命 是永远的 肉身死亡 我们的精神的 智慧生命 还会在 所以是 这一生过了以后 我们来生 还要来 来生到西方去 也是存在的 再来这个事件 像我一样 我发愿是来生 我要讲法华经 来生还要讲 这个生命 是严学的 现在我们呢 这个就叫做 不生不命 功德生是不生不命的 永远的 还有呢 法生会命是不生不命的 是永远的 那功德生 还不如啊 法生的会命 是啊 更 彻底 以最简单的素材 留给地球最自在的空间 重新做起 简单过生活 简约人文具系列 让你生活so easy 即日起 简约优惠七八折 以天然食材为基础 配合四季节气变化 轻松做出新素食美味 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 馋当下最美好新素食舒展 特惠甲七八折起 体验最美好的馋滋味 地球是我们的家 一草一木 都是我们的家人 只要用心珍惜 你就是让地球 生生不息的力量 做好新六轮的奉献 好愿就会实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执行不亲密于人 亦不细论法 不令他移回 云如不得福 是佛子说法 常柔和能忍 慈悲于一气 不胜懈怠心 释放大菩萨 民众故行道 因生恭敬心 士者我大师 亦祝福世尊 生无上富想 迫于交慢心 缩发无障碍 所谓清静的心 就是离烦恼的心 离烦恼的心 就是智慧的心 前面讲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呀 是错乱的 颠倒的 那有了智慧 那就不错乱 不颠倒 也就没有烦恼 如何能够产生智慧 如何能够离开烦恼 数为烦恼 现在我们这一段里边呢 指出好多个项目 离烦恼而知智慧的项目 就是能够离开烦恼 而得清净的心的 心理清净的条件 比如说 要舍离 急 悔慢 急是什么 妒忌 悔是呢 称恨 称悔 慢呢 是自大 自高 自大 其实这个三个 三种心啊 我们人人都有 知识呢 有的比较重 有的比较轻 我在日本 日本人也有妒忌心 我跟他日本人 我就问他们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妒忌心 你们日本人也有啊 日本人说 我们日本人妒忌心啊 可能比中国人更强一些 我说日本人很有礼貌耶 讲话都是那么有礼貌 怎么也有妒忌心 他们说 人大概都是一样 后来我到了美国啊 看到美国人 也有妒忌心 而且很强 天下所有的人 都有妒忌心 凡事人都有妒忌心 但是呢 这妒忌以后 马上一个念头转 说各有因缘 各有福报啊 不必心魔人 也不必妒忌人 心魔人 还好 妒忌人是痛苦的事 妒忌人受害受伤的 不是对方 可能对方啊 是受害受伤 但是呢 很痛苦的是自己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 这样经验呢 叫度活中烧 这个妒忌的时候 真是难过啊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这样子 他为什么比我好 心里真难过 会啊 就是 就是称狠心 慢啊 是自慢自大心 请诸位呢 要练习 练习啊 凡事讲过一句话 一个态度表现出来以后 你说 我是不是妒忌了 我是不是 这个有称狠心的 是不是有一种较慢心 就检点一下 这个时候 这是一种品格的提升 是一种修养的成长 有错误能够改 知道错误要改 麻烦的就是说 知道 不知道有错误 还认为自己没有错误 这个是个大麻烦 下边呢 是颤啊 狂啊 邪位啊 我们多多少少 都有这种问题 当的人 给他说好话 说好听的话 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叫参媚啊 是不是啊 是 没有必要参媚 要真诚的 还有狂啊 是说谎 邪呢 是邪恶 为啊 是虚伪 这种心 如果有的话 赶快啊 要改进 当我们呢 当我们呢 见一个人 跟人谈话的时候 发现的对方 有一种 谈媚的心 谈媚的态度的时候 如果你不发现的话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是很喜欢 听什么 听谈媚的话的 许多的人都是喜欢听谈媚的话的 为什么 因为谈媚的话 听起来很好听呢 但是呢 听到好听的话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他讲的是真的吗 我 他这个 恭维我 我真的是这么好吗 一个 要谢谢他 另外一个呢 自己不要被他 说了 那么好啊 自己变成了 忘掉了自己是谁 这是一种修养 因此呢 希望我们呢 能够 心呢 要 非常的 平直 直直 直直 应该怎么就是怎么 需要怎么就是什么 是怎么就是什么 但是 直直 并不等于啊 并不等于什么 心直口快 心直 意思呢 不要 以 所谄媚的心啊 来跟人讲话 不要骗人的心 来跟人讲话 不要虚伪心 给人带着 但是嘴巴 还是要 谨言 还有下边句什么 顺行 一句话 你时说的直话 说不定呢 他就 因为你这句直话 可能 害他一辈子 也可能呢 你造到 什么祸啊 造到啊 这个 横祸 因为 直话 往往不能直说 还有呢 下面呢 不亲密 于人 这也非常重要 我们要尊重 所有的人 夫妻 夫妻之间要尊重 请问 父母对孩子 要不要尊重 夫妻之间 互相尊重 朋友之间 互相尊重 那我再请问 我们的 部下 对长官 要不要尊重 不尊重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啊 抗命 抗拒 抗争 是这个样 那长官 对部说 要不要尊重 如果长官 对部说 不尊重 就会变成了 高压 所以呢 不亲密于人 是非常重要的 下边呢 不要啊 这个 开玩笑 开过了头 不伤大牙的 文明的玩笑 可以开 幽默也可以 但是还要看人 有的人呢 他看你的玩笑 可以 你开他的玩笑 是不行的 你们知道 有这种人吗 有 不要使得他人呢 产生怀疑 你如果人家怀疑你 或者是你怀疑他人 或者是呢 自己悔恨 自己啊 对某一个人 太好了 做了好事 还悔恨 做了坏事 悔恨 已经是很糟糕的事 做了坏事 可以忏悔 不要悔恨 忏悔是改过 悔恨呢 你是在把这人 退个人 你认为是没有错 而是呢 那个时候就这个样子 倒霉 叫做悔恨 不能够啊 愿望人 也不能够呢 悔恨自己 要忏悔是正常的 简单 天然 纯素 还容营养食专业 以天然食材为基础 配合四季节气变化 教您做出营养美味的四季蝉食 体验平静和谐的蝉滋味 面对多元的族群 要敞开胸怀去接纳 以尊重来化解利益 以称赞来增进和谐 你就是族群和谐的力量 做好新六轮的奉献 好愿就会实现 感谢观看 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进步 又在艰苦中建起光辉 人生要在和谐之中求发展 又在努力中建起希望 人生要在安定中求自主 又在锻炼中建起庄围 人生要在沉默之中求智慧 又在活跃中建起悲怨 佛法应该怎么用 为什么烦恼起来时 却使不上帝 人生拿智慧拧取佛法的智慧 活用于日常生活中 为生命注入源源不绝的心灵能量 福惠人生订阅专案 详情请下华谷文化 下面呢 叫这个柔和能忍 慈悲不懈怠 这几个名词也是非常重要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相处 叫柔能可刚 很多人呢 所以内方 什么 你们诸位知道吗 内方 外源的人呢 是很好的 内方呢 就是他有一定呢 他做人的 做事的 基本的原则 他基本的原则 决定不动摇的 不变更的 但是呢 待人激悟的态度啊 是非常和气和爱的 可以商量的 往往因此呢 能够坚持原则 把事情做起来 而还不会伤害到人 假如说有人不柔 就是非常的刚 从表面上就是看出来 是刚被自用的人 这种人呢 常常的罪人 做事情非常痛苦 所以有灵有脚 这种人呢 在家里边 大家都怕他 在团体里边 大家都怕他 为什么 有灵有脚 的人呢 他磨人家的时候 人家受伤 人家受伤的时候 子弟受不受伤啊 受不受伤 也受伤 能忍 能忍 我在传菩萨戒礼的时候 我说菩萨 要男人能忍 难舌能舌 难行能行 其实 好难哦 我说 是不是很难呢 大家说 难 男人 当然 不容易忍 非忍不可 就是要不要忍 既然能忍了 算不算难 就是不难了 所以是 男人能忍 是叫我们呢 面对 所有的困难 变成不是困难 是非常好的事情 男人 你非得忍不可 人到窝檐下 你逼得低头 不低头 你闯进去怎么样啊 人的门槛下 你不怕 或者是 他那个门框啊 很低 你 你不低头 会进去吗 你说我就是死不低头 我就闯进去了 你就 你进不去了 所以我就 人一时的委屈 我低个头进去吧 这不是很好吗 这个男人 能忍 还是忍的 能忍 是不是难啊 不难 慈悲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对于人呢 要 以慈悲性待人 对自己呢 心里边 也觉得清净 也觉得 很快乐 很安静 不受他人的干扰 你看到啊 不顺眼的人 你心里边呢 不要起烦恼 不顺眼的人呢 你要慈悲他 不顺眼 在你来讲 那是很可恶的人 他才不顺眼 所谓可恶呢 他的言行 举止 行为 动作 都是让你 觉得不舒服的 那你觉得 这个人可恶 但是 你说 心里边 要有慈悲心 你说 这个人啊 真可怜啊 他就不知道 他的行为 是这个样 他 他 没有人告诉他 他也没有想到要学习 我但愿呢 希望他能够 有一天呢 心里转过来 心里头至少 在这个时候啊 不会啊 根根于怀 对他饥饿如愁 心里头就 比较平安 血压也不会高深 否则的话 你恨人 你眼睛 有钉 说这个人是你的眼睛的痴 那你常常会 血压高深 你看到 你血压就升起来 你血压就 倒霉的是自己了 所以说 为了自己的 心里的平安 也要有慈悲心 还是划得来的 不懈怠 要恭敬 这一段里边呢 慈啊 讲的 恭敬就是尊重人 不懈怠呢 要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 祝福大家 万事如一 身心健康 阿弥陀佛 天然温和 无色透明 散发淡淡葡萄又香 爱护我们的地球 宝贝您的衣物 似乎